我也會拉滑 不是 你這句話有點痙喔 你沒有痙喔 他怎麼會回來啊 阿浩 他現在還在努力 我跟你講第二季 我換一班新的人的話 那也會好看 因為我們可是經過磨練的人耶 豪宅五百萬 開賣紅酒的牛肉 搖遊號許願 第二季還是遠班人馬 你們剛剛那個牛肉是 從昨天就開始 沒有 今天早上 那混得很 很入味 我覺得這個牛肉 水準 搖遊號在實境節目的拿手菜 紅酒的牛肉 連美食評論家胡天蘭都給讚 現在大家敲碗成功 做出為此籌備兩年砸了五百萬 終於推出常溫調理包 要多久回本 其實如果這次預購跑得快的話 快去回本 你看我有八個商品 一包商品如果控制在一萬的話 就八萬 所以八萬全賣光 就可以回本 當然啊 就是你第一次做吃的副業嗎 沒有耶 我有開過餐廳 但是當 我在東區開了一個brunch 開了六年吧 賠很多 也是幾百萬 幾百萬 我賠幾百萬 但是學到很多經驗啦 就像你看我剛剛會做咖啡給妳喝 也是在那個店裡面學的啊 我也會拉花啊 對啊 你這句話很有點刁喔 我沒有刁喔 我還是會教他拉花 你是用這台機器教他拉花的 是… 我們都要回來啊 好 他現在還在努力 我們還有第二季啊 我跟你講第二季如果換一般新的人的話 你看我不會好看 因為我們可是經過磨練的人耶 你看我們這一群團隊的 團隊精神跟默契 難道是一群第二季新的人可以 可以取代的嗎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第二季的時候 我們還是原版人嘛 糯米腸OK啊 糯米腸我們可以自己去買大腸 自己灌 然後我灌 我跟你講我家以前 等一下 相信 相信我 你不要錢 你不要這樣啦 我寧願我們買 現成的就好了 現成的柳城吃就好了 真的啦 你相信我 真的 在高級的餐廳也是現成的 很多都是農屬出來的 真的 我們真的 放下你的自存心 所以元昊你都有看網友 對你比較負面的留言嗎 就是說你都會有因為一些 很會 警廚的堅持 在這行工作已經20年了 我如果每天要去接受那一些 負能量的批評 跟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生活 我覺得我不是專業的 因為我就不是廚師啊 我只是因為在營業中 我接到廚師的這個工作 我也想要認真想要做好他嘛 像阿威最常就跟我說 我們去買雞塊來炸就好了 這樣 很嫌疑心事耶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或是說他就說 我們來煮泡麵就好了 那幹嘛要吃 不是 那不是 不是這個 這個就是 那對我們就沒有那個精神啊 就像阿布如果他們的吧檯裡面 常常到處可口可惡跟雪碧 我一定要為 每一次來的客人 做到我們老屋要該給你的心意 大家心裡的出發點都是好 都是希望這間餐廳可以變成 大家心目中的那一個 最棒的餐廳